Angela Baby也要买票看匹夫 黄小明那一定是填在心头了 难怪他竟然夸下了海口说 匹夫要拿下十亿的票房 口气真的是不小 主演黄小明 张新义和包小博 带着电影《匹夫》来到上海宣传 包小博在电影中出演了一个娘炮 宣传活动上 他也一身裙装配上声音造型亮相 果真是娘味十足 匹夫即将上档 无疑黄金州的票房大战 无疑将会在 《匹夫》和《黄金大捷案》之间展开 黄小明在北京放话号称 匹夫票房要到十亿 这个数字可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是 是我说的 没了 我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 但是我真心希望 我们的国产片真的将来 就像好莱坞的大片一样 每天能收一个亿 只是一个期许而已 有这个愿望 黄小明说起票房 说起中国电影是阵阵有词 不过一问到有关个人生活的话题 他就没有那么能言善道了 前不久 媒体拍到了Angela Baby 去剧组探黄小明的班 想不到随口一问 让他也尴尬了一下 等下来现在飞机出去 我来看你们办办 也会有真相啊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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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